今次的比賽準備了不同的魔藥 面對不同的情況下 都可以令自己的狀態更加有能力 上次我覺得星神星月是很有實力的 我今天感受到能被淘汰的人是Jesk 可能是Jesk 如果真的要我選一個有比較大的機會 可能會淘汰的我會選發棚的 感覺首先發棚可能會比我偏向一點 我好像從第一輪開始一直排隊 說這些 今天由頭計過數 第一條題目就是 大家看不住了 請挑戰者說出 以下這幾張照片中的動物是否生存 看照片就可以知道動物死了嗎 不是吧 為了求證挑戰者說的話是對還是錯 我們特地邀請了五位動物的主人 在另一間房間聽我們說什麼 有請埃及祭司Jesk 歡迎你 Jef 祭司在傳統的歷史上 都是叫做儀式的操控人 或者叫做儀式的執行者 本身說的是有兩個大的使命 一個就是去認識自己 另一個就是去榮耀神明 我懂得通靈的 作為一個祭司的訓練 我們會叫做五感訓練 在通靈的層面來說 五感就是去提升你的感官 去到一個叫超感官的境界 我就可以運用這些五感去感受到身邊的靈體 其實你的左腳相對於虛弱於右腳 如果用十分來計算 你的左腳大約會是四分左右 右腳大約六至七分左右 今年的三月 我是有因為運動而弄傷 我十字印斷了 所以現在可以給大家看 是之前做過手術的 即是我是有 這樣也猜到 我覺得我會穿到三甲 因為我的能力足以可以穿到這個位置 但是你會用甚麼方法去猜 其實我會用幾種不同的工具去猜 等我先拿出來 等我一會 是 還有 有 這個八寶袋 是 是 拿到的也有 首先我會用一種 我自己特調的草藥配方 首先增強我和這堆動物圖案的連接 同時也會喝這個 我自己調製的一喝通靈水 增強我的通靈能力 一喝就通靈 這麼好笑? 我能碰到嗎? 可以的… 隨便… 好像魔法一樣 一喝就通靈 對,即是任何人喝都可以嗎? 是的… 但也要看自己本身的草藥有多強 它有一個倍數升上 來,馬上開始 好 如果不是告訴大家 正在做通靈節目 大家以為它正在做烹飪節目 就是喝通靈水 乾杯… 乾杯 好,它現在就開始 用它的方法 用它的異能 和這五隻寵物溝通 其實看照片 是可以看到一件事 生還是死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有一件事 叫做死亡氣息 死亡氣息 如果你看真人的話 我們俗稱就是 印堂發黑,樣子很黑 但如果你看照片裡的話 其實你感覺它的能力 這個能力是非常不安的 我剛才感應到 第一隻動物 它的狀況應該是死了 它似乎是因為疾病而死 它不是一些叫做年齡到了而死 因為是一種突然離去的世世 它是… 走得很快的 因為它是… 從它開始知道它有發病 可能是一個月左右就過了身 它就相對而言 比較偏吃的比對的 它通常吃自己最喜歡的那種食物 那看不清楚它喜歡甚麼 形狀給我的感覺 是細細粒 硬硬硬 還有它是輕身的 很容易會吸到水的東西 其實平時我們都會餵它 吃星星餅 小朋友吃那些沒有味的零食 它是很喜歡吃的 噢… 去到三號很有趣 它第一時間已經很肯定答案 好 三號寵物 它不單止只是玩 它是一個很喜歡出街玩的動物 即是去探險 它覺得在生活中很有成就感 感覺上 它似乎是一隻有使命的狗 可以說吧 可能是靈魂使命 或者是現實使命 可能是動蠻 可能是情緒的治療犬 阿德西是以前的動蠻犬 所以其實它是受訓練的 Jeff的通靈方法 雖然少見 但想不到他說的每一項目都很準 接下來的驅魔術師發鵬 他選擇不用工具 單靠和動物的靈魂溝動找答案 天眼凍四個 以一種四維感應法 找出五隻動物現在的情況 最後 輪到今天一來就說很緊張的Rita 她聲稱緊張會令她表現好些 看看是不是 那你今次會用甚麼方法 我今次會連結他們靈魂 直接問 好,開始吧 ovic care 這樣一次通靈 你看它的眼部的部位 是跟其他人不同的 我通靈的時候 是需要看到動物的眼睛 去連結它的靈魂 跟它的品種無關 所有品種都能連結到的 舅舅 請問你還在不在生 我連結到這些動物 是因為他們就算過了生 都未投胎 又或者他們還在生 但他們又可能說謊 說謊 說謊? 在《通靈之王》這個節目裡 都是第一次聽到 通靈者說靈體會騙他 那怎麼辦 這次公布答案的方法特別一點 由挑戰者直接走到他們的選擇 先是5號99 家庭觀眾你又覺得他是… 生還是死呢? 一起看看 好 大部分都是死 只有一個是生 我們有請第五位寵物的主人 Eric Kwok 有請Eric Kwok, 郭伟良先生 哇, 沒想到 竟然是Eric Kwok 看他的樣子, 好像有些東西想知道 你好… 很驚喜嗎? 好, 好了 究竟他剛才那張照片的寵物 是生還是死? 大部分的參賽者都猜死了 只有一位是在生 好嗎? 那由你去公布了 已經抱住了 不用宣佈了 好 好, 這張照片裡 他叫拖羅 他已經死了 蛤? 不是嗎? 竟然死了嗎? 拖羅是我們第一隻養的白威 拖羅和Grace是很深感情的 拖羅的性格就是一隻很有性格的狗 對, 他們說物像主人形, 像Grace 我也很慶幸因為有養狗 而發掘到Grace的母性 因為我們沒有生 這隻叫菠蘿 就是在生的? 對 我懷疑是牠拖羅轉世了去這裡 即是你可以說牠死了 但也可以說牠在生 我不肯定 但Grace有這個感覺 他三個月長大時 忽然間我們送了一些箱子來 禮物, 有一些按摩的紙 他甚麼都不怕 忽然間很害怕這件事 我一停下來, 牠就馬上走進房間 躲起來了6個小時 但拖羅是很害怕這件事 拖羅是一模一樣 又是很害怕這個泡泡的泡泡 我們才開始有這個結合 之後有幾件事 我都覺得只有拖羅才會做 我們才會覺得是 拖羅走了的時候 其實Grace很大創傷 她有九個月的瘡症 有一天上網, 看到那些狗的網站 在台灣, 台南 牠說, 我一定要飛到台南 去見這隻狗 飛到台南, 見到這隻狗 牠就說, 是這隻 動物頭胎是有的 牠現在都是以一種靈魂的身份 去陪伴著主人 當寵物過身 很多人都想在另一隻動物身上 找出之前那隻的影子 雖然, 菠蘿未必是拖羅的轉世 但可以看到 Eric和他太太Grace 將這種愛延續下去 好, 馬上參賽者 五組, 你就要說出 在我身後四號寵物 究竟生還是死 馬上開始 生的就多一點, 死的就有兩位 我們有請四號的這位主人 有請Ruby 你好, 好的 四號的主人Ruby出來了 她在2020年的3月過了生 在這個時候 不知為何Rita的情緒突然失控 難道真的被動物的靈魂騙了 令她選錯答案嗎 Rita, 你為何這麼傷心 因為隻貴聽到自己被人說 自己已經死了 她就很激動 然後… 真的貴貴過我連結 她在聽我們說話 她有甚麼想跟主人說 她說她說得很好 不用擔心她 知道你還想著她 她已經很感人 這一刻, 雖然大家都激動 但總是有個疑問 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你如果連接到龜的話 她不會告訴你 我正確答案嗎 她可能不想認她死 而且她直接連我問那條問題 都覺得我很蠢 她說龜很長命 那你也不說 其實你的意思是 動物的靈魂 都可以騙人嗎 對, 動物可以說謊 這句話真的應驗了 接下來的幾題 Rita, 全部錯了 A組, 第一回合的結果 埃及祭司Jeff 驅魔術師發鵬 各答對四題 天眼通四歌 陰陽通靈詩 星神星月三題 至於Rita 是第一題而已 cruра 是 有 沒 是 賺cha 是 作詞